我們看一下,他說有二十的數值 那麼他們的次數分配不如右表 這個他有同時 數字分別是一二三四五六 像一的話會有五次 二的話有六次,三的話有四次 這樣子以十類推 那麼他說以致他的算數平均數是2.6 算數平均數是2.6 第一題他說 請你隨機取一個數字,請問你 數值是比2.6小的記憶體是多少 那第一題五小應該不難 第一件事情請問你 分母是多少,因為他挺機率嘛 所以他的整個母體 就是那個所有狀況的座長 不是有二十個數字嗎 那就C20怎麼辦,取一嘛 對不對 然後要比這個2.6小 那請問你誰會比2.6小 你就是1跟2而已嘛 那1跟2總共幾個數字 分別五個跟六個吧 總共有11個 所以變成分之多少 C11取一就可以了 所以答案出版答案就 還有20分之11 OK 就第一題 那麼第二題的話 是說認取兩個數字 然後這兩個數字的算數平均數呢 又是比2.6小的幾率是多少 好,那這個時候就必須要分開討論 為什麼 因為認取兩個數字就有很多可能性 對不對 好,那我們怎麼找呢 第一個,我們找什麼東西 找,第一個 兩個都是1的 目前兩個1 因為兩個1的話 肯定比這個2.6小 對不對 好,再來,還有什麼東西 兩個2 兩個2也可以嘛對不對 對不對 還有誰 還有哪些也可以找出外的 不好意思 兩個2 還有這個 一個1 然後呢 一個2 對不對 還有沒有 1 1的話 你可以看這邊 1的話 其實1 我最多可以跟故事來配置 除了1跟1 1跟自己以外 可以1,2,1,3,1,4 因為這個算數平均數還會怎樣 比2.6小 可是1,1的話就不行 所以也就是說 我會建議是這樣子寫會比較好 我們就寫個 好 這樣寫的話可能會比較 不是說不能寫 可以這樣寫 但是會變得比較 你不要 你在寫個牌的時候 會感覺會亂走 我們就寫1,2 這樣比較好 再來 1,3 1,4 這樣比較好 但是我卻沒有排那個什麼 順序的問題 好 再來2的話 2可以跟誰 除了2,2怎麼挖 還有誰也可以 2,2 還有2,3也可以吧 因為2加3除2是2.5 2,4以下都不行了 對不對 還有沒有 沒了 因為只要超過3以後 就至少平均 算度平均應該都是 3以上 好 所以請問你 2個1的話總共有幾種取法 2個1 2個1的話 是不是直接就是 C多少 C5取2 對不對 C5取2 所以總共有幾個 C5取2的話總共有10種 然後2個2的話呢 就是C有取2 總共有幾種取法 就有15種 那一個1跟一個2呢 就是 C5取1乘上C6取1 那就有30種 好 那如果1跟3的話呢 那就是C5取1乘上 3的話是4個 4個 乘上C4取1 所以就20種 1、4的話呢 就是C5取1乘上 4的話是3個 C3取1 所以就15 23的話是C6取1乘以7 4取1 所以就24 OK 那只把全部加起來 那就 10加15加30加20 加15加24 好總共是114種 好 所以答案呢 幾率多少 幾率 等於 等於 多少 應該是C20取2 對不對 分之114 C20取2就是114 所以答案就是 190分之114 所以答案就除2 變成了95分之57 OK 好 這把算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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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